在眾多曾經主辦過奧運的城市當中 雅典是其中一個擁有最悠久文化歷史的地方 雖然雅典市內有無數的歷史文物 但在多年來很多博物館都失收 設備亦未能跟隨時代進步而轉出現代化 並且被批評缺乏傷殘人士設施 不過奧運會就為多項文化設施 提供了一個全面革新的機會 記者郭淑珊在雅典報導 在歐洲禁止車輛駛入的行人專用區相當普遍 但論規模就未必及得上雅典新近興建的石板大街 而且它的特色是要展示希臘幾千年來的文化歷史 好似我們來採訪的這一天就剛好遇上一支 新村希臘傳統服裝的遊行隊伍 向一個英雄銅像獻花致敬 為了特出雅典這個希臘古都擁有數之不盡的歷史文化遺產 希臘文化當局特別在衛城山腳下伸開批掌這個行人專用區 讓遊客來到雅典這裡不只是觀看奧運賽事那麼簡單 還有機會讓他們可以沿著這個行人專用區 一次過感欣賞雅典的古文明文化精髓 這個全程長2公里平均闊度有20至25米的行人專用區 環繞圍城一周 由於範圍廣闊 沿途的古蹟和博物館多不勝數 有關方面就特別設計了不同路線供由人參考 希臘文化事務部門不僅希望將這個行人專用區 塑造成一個大型的露天博物館 亦都自在為遊人提供一個休憩和消閒的好去處 其實一早在1832年希臘人就有這個構思 就是想將雅典市中心的主要文化遺址和歷史建築 以空間廣闊的林蔭大道貫穿起來 但這個意念等了160多年 因為有奧運的推動力才能成功實現 這樣遊客對這行跨世紀大人建設又有甚麼評價呢? 奧運不單止令到雅典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夢想實現 亦都令到多個歷史古蹟和博物館重現光彩 希臘特意把握奧運這個機會 進一步深化雅典的文化古城形象 因而對市內多個重要的文化建設進行翻新 例如是雅典市中心的國家考古博物館 進行完20個月的翻新工程後 臨近奧運至重新開放 而有2500年歷史的巴特龍神殿 也正在進行長期維修 在公元前五世紀 為制製希臘女神雅典娜而興建的巴特龍神殿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化古蹟之一 不過在以前 不是每一個遊人都可以有機會 近距離欣賞她的精工藝術 因為要踏足神殿 就必須先沿著九朝的斜坡十級而上 但對行動不便的雙殘人士來說 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現在由於雅典在舉辦完夏季奧運過後 亦都將會在九月主辦雙殘人士奧運會 因此為了照顧雙殘人士的需要 文化當局最近在衛城設置了一部升降機 接載使用輪椅者上山下山 不需要一分鐘 他們就能夠登上巴特龍神殿 這個地方再不是遙不可及的了 在運動場上 奧運精神強調運動員要公平競爭 而今屆雅典奧運在比賽場冠之外 亦都在實踐這種無分比設的公平原則 讓所有人都可以接近雅典的文化保護 浩仙衛星台記者郭淑珊在西南雅典報導 在奧運會舉辦的期間 不單止雅典當局舉辦了各種豐富的文化活動 國際奧委會也借主辦國的展覽場地 舉行了與奧林匹克有關的體育紀念郵票展覽 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和他的前任薩瑪蘭奇 一起參加了體育郵票展覽活動的開幕儀式 而希臘總理也親自為展覽進行展覽 在瑞士諾桑的國際奧林匹克展覽館 一個長期的體育郵票展覽 雅典奧運會期間 國際奧委會 就特意將一個展覽搬到來雅典 以紀念現代奧林匹克運動 走過了108年的里程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 從1896年創立 就與郵票幾下不解之軟 當年首屆現代奧運會 由於資金不足 面面臨種種的困難 一位希臘集郵愛好者就建議 發行紀念郵票 以解延微資金 於是 雅典奧委會 就發行了12枚紀念郵票 賺取了足夠的資金 來承辦第一屆奧運會 開啟了歷屆奧運會 世界各國都要印證奧運紀念郵票的先河 從1951年開始 就出現了奧林匹克的紀念前幣 所以 在洛桑奧林匹克的展覽館裏面 亦有奧運會的紀念前幣 和獎杯 和火具等展覽 前奧委會主席 薩瑪蘭奇 從1945年開始 就開始收集 與奧運有關的郵票 在1989年 將他個人的收藏 獻出給奧林巴克展覽館 他所捐獻的展品 亦都在國際奧林巴克洛桑展覽館當中 佔有相當的比例 奧委會集郵協會負責人 以稱讚薩瑪蘭奇 對奧運會郵票展覽的貢獻 今屆雅典奧運的馬拉松比賽 與歷屆相比 可以說是較艱辛的一次 因為除了雅典天氣炎熱之外 其中一段比賽路段是上斜坡 所以對參賽的運動員來說 是一種考驗體力和耐力的挑戰 而今屆馬拉松的獨特之處 就是選手沿著馬拉松起原地的原本路線 搭著昔日的歷史足跡 去爭奧奧運獎牌 因為馬拉松比賽 就是源自希臘的同名地方馬拉松 記者郭淑珊到那裡提過 一提起馬拉松 很多人都會馬上聯想到 是自己長途賽跑的運動項目 但其實馬拉松馬拉松本身是一個地方名 它是希臘的一條小村莊 位於首東雅典東北面大約40公里處 在這裏2500多年之前 爆發了希臘人和波斯人之間的一場重大戰役 這場戰役不單止對希臘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也正正因為是希臘人打贏了這場仗 所以興起了馬拉松運動 並且日後成為奧運會的重點比賽項目 這個紀念碑就是紀念公元前490年 希臘軍隊在馬拉松打敗敵軍波斯人 當時一名希臘士兵長途拔涉 由馬拉松一口氣跑了24英里路 飛奔向雅典傳接部 但相傳這名士兵在抵達雅典高陷勝利之後 就體力不知而死去 希臘人為悼念這名士兵 於是照著他所走過的路線舉行長跑運動 馬拉松從此誕生 亦成為奧運會具代表性的一個比賽項目 這裏就是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運的馬拉松起點 現代奧運史上的首批馬拉松運動員 就是在這裏出發 一直跑到去雅典 而馬拉松史上的第一名金牌得絕 就是希臘人來的 今次奧運回歸故鄉 使得馬拉松也得以重返發原地 從而使得這個原本寂靜的小村莊熱鬧起來 換上新莊之後陪添光彩 好像這個廣場為迎接馬拉松歸故里 在短短一兩日內就完成翻身 馬拉松這個小村莊 雖然是著名長跑運動的源頭 但長久以來都甚少吸引遊客 慕名而來 如今奧運會上的馬拉松再次在這裏舉行 當地趁著這個機會 重新介紹馬拉松這個地方給遊客認識 包括新興建的這個博物館 就展出和馬拉松戰役有關的出途物物 而這個考古為止 亦都建成一個展館被公眾參觀 這個展館剛剛講得及 在奧運開始之前一日開幕 除了馬拉松本身滿想新貌之外 希臘當局也都重新鋪建過 今次馬拉松比賽所用的道路 這條滑上藍色線全長26公里的柏油路 就是今屆奧運會馬拉松的路線 和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運的一樣 亦即是2500年前全捷部士兵 所走過的同一條路線 而終點就是第一屆現代奧運的主要體育場館 我後面的地方就是柏那辛納克體育館 這裏不單是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運的主要體育場館 亦都是當年奧運的馬拉松中點站 自此之後柏那辛納克體育館 就成為雅典的旅遊明星 時至今日它終於可以回復昔日的光彩 就是再次作為奧運的比賽場地 今屆奧運會上的射箭項目 就在這裏舉行 這一個可以容納6萬名觀眾的場館 原子是一個山谷 在公園前330年建成運動場 舉行古希臘時期最大型的運動競賽 到公園140至144年期間 以及19世紀末期兩度修善擴建 之後一直保持原貌至今 柏那辛納克體育館剛剛在昨晚 產生女子馬拉松的金銀銅牌 而射箭比賽亦都在上星期六宣告圓滿結束 而正如下來的比賽項目 就是將於這個星期日舉行的男子馬拉松 同樣都是以這裏為終點站 像力界奧運一樣 作為壓軸比賽的馬拉松 將會為今屆雅典奧運推上高潮 無線衛星台記者郭淑珊在希臘馬拉松報道 奧運會上混集了世界各地最出色的運動員 因此 奧運的參賽選手都視這個為挑戰個人成績的良機 而主辦奧運的城市 亦都藉著舉辦這個大型國際活動的機會 提升本身的國際地位和形象 雅電亦都不例外 記者郭淑珊在雅電報道 雅典是歐洲少數擁有幾千年歷史的城市 據文字記載 希臘人一早在公園前三千年 就在雅典的衛城聚居 而這個以希臘智慧女神雅典娜為名的古城 之後一直沿著衛城的周圍而發展 雖然雅典是西方文明的遙南 古希臘時期的建築、藝術、哲學等 都對歐洲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 但是在近代史上 雅典的城市規劃發展 就不及得上歐洲其他大城市的步伐這麼快 2004年奧運可以說是為雅典鑄入了新生命和活力 希臘不單是希望雅典奧運會的各個比賽項目 可以辦得有聲有色 亦都希望藉著這個機會 為雅典樹立一個歐洲現代都市的暫生形象 就好像這個位於國會大樓對面的市中心廣場 就是雅典市內多項翻新工程的其中一個部分 翻新過後的憲法廣場 成為遊客和當地人一個頗受歡迎的休憩地點 因為這裡有大樹遮蔭、苗月花香 但是以前的雅典市是很少有這種地方的 當地居民說是奧運促城雅典有一個綠化和光潔的使用 因為這個城市的整個變化 整個城市的整個變化 它使用了少許乾燥、煙燥、少許多公園 現在我認為它是美麗的 我們有新的路線、新的廣場 所有建築都被製造了 古代的文化都被製造了 希臘政府為符合奧運會其中一個根本概念 注重環境 因此在過去七年來 致力改善雅典市中心的環境 整頓使用 雅典在我印象中是一個很神秘的城市 但我到了這裡之後 我覺得這裡的空氣非常新鮮 雅典的空氣污染問題有顯著改善 和完善公共交通服務有莫大的關係 舒緩路面交通的大型集體運輸系統 地下鐵路 在2000年至首度正式啟用 到今年再擴展紅車線 配合奧運的舉行 雖然雅典的地鐵 比起不少歐洲城市 遲了很多年至起步 但是就被譽為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鐵 因為很多地鐵站都好像博物館一樣 可以欣賞到不同風格的藝術品 甚至是地鐵站施工時 所發掘到的歷史文物 除了擴展中的地鐵之外 當局亦都興建新的電車網絡 而巴士亦都配合奧運有新的包裝 換言一新 不單是巴士 連的士亦都換上新車 的士司機就因為奧運的緣故 可以獲得政府一成的資助換車 因為奧運的遊戲 政府政府決定給駕運動 給駕運動 一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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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多項配套設施都特別為奧運而建設 但希納相信 這其實是一項可獲回報的長線投資 事實上籌備奧運這七年來的大型工程項目 帶動希納的經濟有4%的增長 雅典亦都寄望在整體環境大圍改善之後 能夠吸引更多公司或財團到這裏投資 帶來另一個黃金時代 無線衛星台記者 郭淑珊在希納雅典布道 還有4天 雅典奧運就會結束 而下一屆奧運的焦點 就會轉移到中國北京的身上 旅居雅典的華僑華人 對於連續兩屆奧運 都跟他有密切關係 都有不同的感受 我們的記者郭淑珊 在雅典跟當地的華人談過 雅典的唐人街 在衛城以北的一個舊區 他跟西歐大部分唐人街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很少見到有中國餐館 這裏有九成鋪位 都是中國成衣進出口貿易公司 這個唐人街大約在五六年前至形成 因為雅典近幾年來 尤其是過去兩年華人的數目激增 主要原因是希納放寬了對中國人 申請工作居留的限制 使中國人可以更容易取得合法居留身份 所以吸引越來越多中國人到雅典發展 旅居希納的華僑華人數目近年來大幅上升 由起初第一代的幾百名華人 發展至今時今日的萬多人 當中大部分是來自中國溫州 即是大約有100人來自香港移民 身處雅典這裏的華人 有機會連續兩屆奧運次生其中 他們又有些甚麼感受呢 任黎娟是希納第一代華人 他移居雅典已經有二十幾年 對於奧運能夠接連在自己定居的地方 和自己祖國舉行深感興奮 我覺得非常之有意義 因為希臘那典是一個奧運的發源地 今次能夠回到自己的地方 而且我們剛剛轉交給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 我覺得這一份是一份歷史的見證 身為我們希臘的華僑華人 我覺得這一份的光榮和歷史見證 是真是一種身為光榮的 有一種特別的感覺就是說不出來的 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第一故鄉是在中國 第二故鄉也算是在希臘 我們兩個國家都可以開運動會 我覺得很高興 和世界各地的華人一樣 雅典的華人社區 亦都對下一屆2008年北京奧運有很大的期望 這樣他們有沒有想過回中國 身體力行支持自己國家舉辦奧運呢? 那是一定的 因為不只是我 所有的中國人都是這麼想的 對2008年在中國開的奧運會 希望比較大一點 那麼你會回去? 那肯定了 很想 專誠為雅典奧運遠度而來的中國代表 亦都呼籲海外華人支持北京奧運 我相信2008年奧運會北京一定會辦得很成功 我也希望在歐洲的華人到時候都回國 去為世界各國的朋友來運動員 歡呼呐喊諸位 不單止是中國人 一些希臘人 亦都熱切期待下一屆的北京奧運 好似我們遇到的這名酒店員工 他因緣際會得到中國北京奧運代表團人員 送給他一個北京的運輝章 覺得很開心 我認為它很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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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很多類似乎 跟文化的文化 在都在阿典的奧運開幕禮上 延點的奧運火具 將於這個星期日的閉幕禮上傳交給中國 四年之後,奧運勝火將會燃亮神秀大地 無線衛星台記者郭淑珊在溪南雅典步道 每屆奧運大會都會推出各式各樣的紀念品 去賺取一筆可觀的收入 今屆雅典奧運也不例外 而在近40種不同類別的紀念品之中 主要都是以吉祥物和雅典奧運的揮號做設計 而且背後還有很多和希臘歷史文化有關的故事 我們特派記者郭淑珊和大家一齊講講 奧運可以重返故鄉 很多希臘人都仁義為傲 而亞典奧運這次所設計的吉祥物 和所構思的橄欖枝設計 就正好反映希臘本國的文化 和突顯希臘和亞典奧運的歷史淵源 因此今屆奧運的紀念品就別具意義了 今屆雅典奧運以橄欖枝編成的觀環為大會揮號 橄欖樹是雅典的象徵 被稱為是雅典的神聖之樹 這個橄欖標誌也同時在掃說著 奧運遠古時候的傳統文化 公元前七八七十六年 奧運在希臘奧林匹克誕生 當時希臘人通過運動競技 恆天神壽司致敬 而勝出運動員所獲得的獎勵 並非獎牌 而是橄欖枝編織成的後冠 因此在今屆雅典奧運會上 各項比賽的金銀銅牌得主 亦都按照古希臘奧運傳統 獲得加冕鑑藍之後冠 前與今屆雅典奧運的吉祥物 即是這對一男一女的媽公仔 亦都離不開希臘的歷史文化 因為他們的造型是根據古希臘時代流行的 紅色陶瓷公仔所設計的 名字就取材至希臘神話 在這間售賣奧運紀念品的商店 便擺放了一件紡製品 所以這兩隻雅典奧運有很大的歷史 他們是同一名孫子 為了顯示奧運賽的奧運賽 和阿泰納運賽 奧運主辦當局在雅典市中心 開設了全國最大間奧運紀念品中心 但同時亦都公開招標 以特許專型權的方式 給有興趣的公司售賣奧運紀念品 好像這間規模比較小的紀念品商店 原本是一間售賣日用品的店舖 屬家庭式經營 但三年前投了奧運商品來做 雖然他們起初因為對產品 不是那麼熟悉而碰壁 不過現在的生意就越做越好 據有關方面估計 特許零售商的銷售總額 高達7億2800萬歐元 而奧運官方開辦的專門店 亦都估計有7,650萬歐元的銷售額 比最初預計的高出一倍 而所得的收入會資助今屆奧運的部分開支 無線衛星台記者郭淑珊在西南亞典報道 亞典奧運會還有兩天就要結束 在兩個星期前 亞典奧委會推出了歷屆奧運 其中一個最令人讚賞的開幕式 使得開幕前的種種質疑和負面報道一數而空 不過這兩個星期以來 各個奧運場館的入座率可以說是佛善觸塵 加上所有奧運設施的維修、保養 和償還其他城市改革的配套工程 亞典奧運很可能留給亞典一個大包袱 記者郭淑珊的報道 今屆亞典奧運的開幕儀式可以說是歷年來最奢華的一次 只不過在璀璨的奧運盛放過後 希臘就要面對風光一時的後果 希臘證本原本預計 籌辦一次亞典奧運會花費46億歐元 不過希臘財政部承認 舉辦今屆奧運的整體開支已經遠遠超出預算 估計高達70億歐元 歐盟警告說 亞典奧運嚴重超支 將有可能影響到希臘的財政赤字 違反歐盟所規定的上限 也就是歐元區國家的財赤 不能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 據官方統計數字 希臘2002年的財赤 是國內生產總值的1.4% 但是去年就銳升至3.2% 超出歐盟規定 亦都比希臘本身預期的0.9%的目標 高出近3倍 有分析員預測 奧運過後的情況可能會更加之差 希臘於2001年涉政釋加入歐盟 他在過去三年的經濟增長速度 比歐盟其他成員獲要快得多 因為在這段期間 雅典為總奧運而大興土木 從而刺激經濟 但在去年 經濟增長率高達4.7% 但奧運之後 是否仍然可以保持這個部分 就令人存疑 因為這次奧運的總開支 遠遠超出預算 令希臘政府背負著沉重的經濟包覆 例如奧運本身的營運成本 就由原本預計的5000萬歐元 大幅增加至20億歐元 另外不少場館和基建工程出現延誤 在趕工的情況下 成本增加了兩至三倍 而單位在保安費用 亦高達12億歐元 一些分析估計 雅典奧運的總開支 可能會超過100億歐元 只不過 今次奧運的門票銷售情況 普遍不太理想 由於預期的大批遊客並沒有出現 加上政府之前 鼓勵希臘民眾出外度假 以舒緩雅典路面交通 因此在奧運反應欠佳的情況下 這次有可能是自80年 莫斯坊奧運以來 第一個涉本的奧運 除了新場館建設 雅典市內的其他維修、翻身和重建工作 都比過去幾屆奧運為多 自然亦都要付上可觀的代價 自然亦都要付上可觀的代價 但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不過在奧運之後 這些場館設施的維修保養 將會成為雅典市政府的負擔 所以當局正考慮 是否會將這些設施出租 或者是索性賣出去 雖然希臘將要面臨不少財政上的問題 但主辦當局仍然認為是值得的 希臘政府固然希望奧運效應 可以提高首都雅典的知名度 從而吸引外資 使得這個文化古都 能夠在21世紀 成為巴爾幹半島的經貿中心 但對於一般的雅典市民來說 他們可能要先和國家一起 承擔奧運帶來的巨債 只可以見到回報 無線衛星台記者郭淑珊在希臘雅典報導 奧運消息 2004年雅典奧運進入最後一日 中國在今屆奧運會上金牌大豐收 金牌總數僅次於美國 當雅典奧運當局正為閉幕式作好準備的時候 中國代表團就展開宣傳活動 推廣2008年到北京旅遊 這次旅遊推廣活動 在雅典的網球俱樂部內舉行 會場內佈置了包括紅燈籠等 有中國特色的裝飾 中國奧運代表團的官員和運動員 亦有到場參與宣傳活動 其中包括百一米跨欄的金牌好手劉翔 劉翔和跳水金牌得主彭撥 還和觀眾影響留念 中國國家體委主任兼奧運代表團團長 袁偉文在會上作了講話 他說中國在體育和體育相關旅遊方面 有重大的潛力 中國體育工業發展迅速 體育設施正在不斷改善 體育師日正完善 全面健身運動方形委員 中國 跳水金牌運動員吳敏霞 俱用希臘語發言 歡迎大家到北京 說得不好別見笑 中國在這次瓦典奧運中金牌豐收 金牌總數僅次於美國 排在第二位 為2008年北京奧運創造了聲勢 歐典奧運最後一日比賽中 中國選手陳忠 在女子跆拳道67公斤以上級決賽中 衛免成功再奪金牌 從而為中國代表團 在這屆奧運比賽上畫上了完美的句號 中國隊在今屆瓦典奧運 一共獲得32面金牌 僅次於美國 為居第二 實現了新的歷史性突破 明日方面 歷時17日的瓦典奧運會 昨晚在融會希臘 和中國文化的盛大閉幕典禮中降下圍幕 全球亦都將焦點 轉移到下一屆奧運的主辦城市北京身上 現代奧運的發源地瓦典 為第28屆夏季奧運會 畫上圓門的句號 和開幕禮一樣 閉幕禮充滿希臘文化色彩 奧運體育館被燦爛的煙花 映照得奪目搖眼 雖然今屆雅典奧運被保安問題 和運動員服用禁藥的醜聞而夢想陰影 但國際奧委會主席羅家在閉幕禮上 讚賞這次奧運辦得十分成功 而且呼籲運動員在返回自己國家之後 繼續發揚奧運的公平競賽 以及團結友愛的精神 而很多觀眾都對這次奧運的奧運暫不絕口 閉幕禮的其中一個高潮 就是將奧運勝火和五環其次 傳送給下一屆奧運主辦城市北京 雖然還有四年時間 但是北京奧組委官員已經把握 今次奧運奧運的良機 為2008年的北京奧運大力進行宣傳 閉幕禮上 中國透過宣傳短片和中國音樂、舞蹈和京劇等 傳統藝術表演 帶出歡迎大家到北京的信息 而世界各地的華人都期待見奧運勝火 四年後燃亮中國北京 至於雅典緊接著夏季奧運而來的 是即將於下個月17日至28日 舉行的雙殘人士奧運會 2004年對希臘來說 可以說是歷史性的一年 他們既奪取到歐洲杯足球賽的冠軍 又將奧運帶回自己的故鄉 雖然奧運已經曲中人山 但對雅典來說又是另一個新的開始 無線衛星台記者 郭淑珊在希臘雅典報導 剛才是我較早前在希臘雅典的報導 雅典奧運會已經曲中人山 但雅典衛城的面貌 就通過衛星電視廣播 進一步加深世人對他的印象 而雅典當局和民眾 更加希望藉著奧運宣傳 制度他可以入選新的世界七大奇蹟之中 希臘雅典還對奧林匹克運動會 從回家鄉感到油蔥的高興 他們亦都同樣希望 世界各地傳媒對奧運會的廣泛報導 能夠令世人對雅典衛城留下更多的印象 以來於衛城能夠被列入到新的世界七大奇蹟名單當中 開辦評選新七大奇蹟網站的偉伯說 評選活動向全球所有人開放 任何人都可以就新的七大奇蹟歸屬加以選擇 世界當代七大奇蹟是指埃及金字塔 巴比倫空中花園 亞歷山大燈塔 土耳其瓦太密斯女神廟 羅德島的太陽神銅像 土耳其的摩索拉斯領墓 以及希臘的就師神像等等 對於新世界七大奇蹟評選 公眾可以在網上或者直接打電話投票 目前新七大奇蹟的熱門景點 包括中國的萬里長城 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 以及三藩市的金門大橋等等 亞典是一個隨處可見古代遺跡的城市 而代表亞典的衛城上最著名的建築 就是巴特龍神殿 它2500年來經歷過時代變遷和戰火洗禮 神廟內的亞典娜女神像已經不知去向 建築外面最具藝術價值的大里石浮雕 亦都被收藏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裏面 但它典型的希臘列柱式建築 仍然向世人顯示古希臘密明的廢話 提到消息 剛參加完亞典奧運會的中國代表團 一行245人在今日返回北京 在機場受到英雄式的歡迎 首都各界近千人到機場迎接參賽選手 在這屆奧運中 中國代表團一共取得32面金牌 歷史性感名列金牌榜第二位 滿載最後一批也是最大一批中國選手的飛機 從雅點飛遞北京 首都各界近千人在機場舉行盛大儀式 迎接中國代表團海旋貴國 本屆奧運會 中國選手從一開始金牌就一路領先 到結束的時候一共取得32面金牌 只是比美國少三面 比歷史居第二位的俄羅斯多出五面金牌 歷史性感濟身在金牌超級大國行列 中國選手除了在一些傳統優勢項目上表現良好 更加在某些非優勢項目上取得突破 樓翔在110米男子跨欄比賽上取得金牌 並且平了世界紀錄 他表示要在下屆北京奧運上打破世界紀錄 在參加雅典奧運之前 中國代表團估計會取得20面金牌 少於上屆奧運的28面金牌 而重點是培養新人 為2008年的北京奧運做準備 結果 跆拳道女選手曾經為中國隊取得第32面金牌 而中國代表團當中取得獎牌的選手 有百分之80是有可能參加下屆奧運的年輕選手 雅典奧運會圓滿閉幕之後 雅典奧組委宣布他們履行賽前的承諾 就是舉辦了一屆成功的奧運會 雅典當局更加希望靠這屆奧運 可以帶動希臘的經濟和旅遊 但希臘國內亦有批評認為 這屆奧運為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負擔 第28大奧運會 在狗別故鄉一個多世紀之後重返奧林帕克勝地 並且16日比賽之後圓滿結束 希臘的歌手和演員 用以前的歌舞 狗別參賽的一萬多名 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 並且將奧林帕克的旗幟 交給下屆主辦城市中國的北京 中國選手在這屆奧運會上的優異表現 更加令人有理由相信 他們在四年之後的北京 會在競賽上獲得更加優異的成績 而北京奧組委也早已表示 北京奧運會會準備得更加充分 不像這次希臘那樣令人出門擔憂 這間奧運會上功不可惡的希臘奧組委主席 安吉諾普洛斯表示 他對希臘成功地舉辦這次奧運 油衝感到驕傲 從體育場館到交通運輸 以及奧運會的保安措施 和志願人員的工作 都證明了奧運會的成功 希臘這次奧運準備階段 普遍受到世人的關注 眾多個懷疑者 認為雅典甚至無法如期舉辦奧運會 而在兩個星期的比賽完結之後 希臘政府又要面對新的壓力 幾十個奧運場館 在奧運火具生命之後 股聯需要上千萬歐元的保養費 希臘當局 希望可以盡快成功賣了藥軍的體育場館 以減輕壓力 而希臘共產黨就批評政府 提供煤氣和稀油價格的政策 很多批評者指責政府 將奧運的負擔轉嫁到民眾身上 更加有人估計 希臘民眾會為這一屆奧運 負上三十年的債行 財經消息 一場奧運會 雅典設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 350萬遊客 現在希臘當局就開始盤點 奧運大餐過後所得到的收穫 並且期待雅典的新形象 有助於吸引到更加多的投資 隨著雅典奧運結束 大批外國遊人也紛紛帶著各種禮物和紀念品 以及對雅典的印象告別希臘 而希臘當局就開始估算 這一場奧運可以為希臘帶來 哪一方面的經濟利益 以及希望吸引到更多的外國投資 希臘這次承辦奧運會 可以說傾盡國力耗之巨大 雖然被供應在賽事組織和文化宣傳上取得成功 但各項活動的巨大開銷 就是希臘歷史上最為昂貴 希臘當局為這一屆奧運 希臘政府實際住資應該是100億歐元 但有些專家認為 希臘政府實際住資應該是100億歐元 巨額投資令到佈滿各種名性股積的雅典股成 明顯增加了現代化的面貌 但亦都使希臘政府的負債額提高了9.8% 幾乎達到2,000億歐元 希臘政府和所有舉辦過奧運的國家一樣 亦都希望通過奧運大動經濟 不當無知急能夠吸引到外國投資 但希臘政府是歐盟當中出名的官僚機構 雖然政府近來放寬市場准許進入限制 但仍然是歐盟25個成員國中吸引外資最少的國家 另外希臘目前亦都是歐盟成員國當中生產效率最低 比歐盟的平均水平低25% 每年都在華盟做好 最多的地方 有限於歐盟成員國當中生產 總共生成員國當中生產